要问士兵最喜爱的反坦克武器 那一定是AT-4反坦克火箭头 配备高穿透力弹时 可穿透超过420毫米 最大达600毫米 17至24寸的军制装甲 而在面对碉堡等钢筋混凝土掩体时 可使用高爆两用弹 虽然穿甲性能降低 但爆炸威力却大大提高 隐性可以设定触发引爆或是延时引爆 而且这种武器几乎完全不会产生后作力 因此可以使用其他单兵携带武器 所不能使用的相对更大规格的炮弹 并且AT-4的发射筒和弹药 在制造后会先行组装好 成为整套发射筒用后即丢 可以说是单兵武器里为数不多的 既方便使用威力又大的反坦克武器了 AT-4是瑞典萨伯伯夫斯动力 生产的一种单发式单兵反坦克武器 它取代了美国和北约武器库类的M72洛火箭筒 并且它成为世界上最为普遍的反坦克武器之一 该武器的设计只希望使步兵单位有能力去摧毁 或瘫痪他们所遇到的装甲部队和防御攻势 包括机伤或瘫痪现代主战坦克 由于AT-4的发射管由强化玻璃缸制造 唯一自行使用 不可重复装填 降低发射管重量与制造成本 AT-4可以使用其他单兵携带武器 所不能使用的相对更大规格的炮弹 另外 因为炮管无需承受传统枪炮所要承受的强大压力 它也可以设计得很轻 并且它是一种无后作力武器 这代表炮弹向前推进的惯性与炮管后方喷出的推进气体的能量达成平衡 因为这种武器几乎完全不会产生后作力 但此种设计的缺点使它会在武器后方产生很大的尾焰区域 可能会对临近友军乃至用户造成严重的烧伤和压力伤 这使这种武器很难在封闭地区使用 由于瑞典的纬度偏高 因此AT4的耐用温度较其他国家要重视低温环境下的实际 其可以在摄氏零下40度至60度之间正常发射 值得注意的是要发射此武器 用户必须先确定目前没有有军火装备在后眼区 若是趴射 还必须将脚放至侧边以免烧到自己 然后将两个保险装置打开 搬起开火机针和压下搬机 瞄准是靠一个塑料可调剧瞄准去完成 运输时以滑盖保护 除此以外 此武器还可在一个可拆式固定架上 加装光学夜视 使用AT4无需太多训练且操作容易 这使它能适用于很多情况 原始的AT4仅有机械瞄剧 但是有提供共用导轨 因此可以在发射管上 加装夜视一等设备 改善火箭筒的使用弹性 美军则是搭配MP2-4C MP2-2或MPAR-13也视一运用 AT4主要的功能是反装甲作战 最初设计是 它配置的采用锥形装药的破甲弹 弹药预先装填住密封发射管中 弹头后方有一组六片的折叠式尾翼 在弹头出管后张开 让弹体得以稳定飞行 AT4的锥形装药 战斗部成中型 采用铜罩作为启动能不效应的聚能物体 或要由雨至内陈包袱 标准型 AT4的穿甲深度为420毫米 瑞典军方评估至少要三维反甲火箭 才能让一辆装甲车失能 为了要满足一次命中 至少需要同时发射5-6枚AT4 接着就是弹头种类的介绍 搭配不同的弹头 会有截然不同的打击效果 首先是HIT 破甲弹 该破甲弹可穿透420毫米的滚炸军制装甲 破胀弹 代号AT8 为了替换海军陆战队使用的石魔火箭 研制以破坏建筑物为导向的弹头 弹位或采用 ATTT高爆两用弹 该弹头的穿甲性能降低为150毫米 但是可以反制碉堡等钢筋混凝土掩体的扩张穿甲双入武器 隐性可以设定触发引爆或是延时引爆 HT高穿透力弹 是穿甲力强化版 号称可穿透超过420毫米 最大达600毫米 约17至24寸的均质装甲 EAR增程弹头 有CS版衍生 反甲穿深增加到460毫米 有效射程增加到600毫米 重量较AT4CS增重2000克 一起高爆弹头 作用于反软性目标用榴弹 同样有触发或是定时引爆引擎 有效射程1000米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